人家的百丈计是侠气 是仙气 是洒脱与不羁 而我没有装修的毛坯 飘不起气质 只能飘头发了 不知从何时起 突然火了百丈计 像被发现的影视桃源 能随时来场侠客行 它是文人烂漫 亦是刀剑江湖 从天上来的银河之水 虎啸龙吟 既落成潭 再会春江水暖 我寻风雷声而来 仙玉之铺一缕垂垂 再进一季摇挂前川 三面绝壁如霄 夏日云散漫天雪 我在顺流而下 山壁战道婉转 俯视二季轰轰下坠 我急不穿越水帘洞 只见玉蟹飞花 猝不及防 出洞早已失身半截 永二二季 似乎还有庐山三叠犬的 三级变化之姿 却多了黄果树的磐礴之势 对我而言 做官奇景 想仙霞悠然之情就行 在寻三级幽奇 留下了西剑 落差处群龙旁末 我在石门中开处 忽见天光 但巨石足鹿 引我蜒颜入林 只见风阳阿挪 眼三级 坠折如流 这百丈宽的流苏盛景 像极了西游记 水帘洞外的群猴玩乐处 我是青木 和我一起旅行读风景 我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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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青木 的爱心 字幕 李宗盛